如果越缺樓地板還不能守住的話,會不會擔心以後會有更激烈的抗爭,你馬上就遇到這狀況? 這個一定要是顧慮的,但我所有政府就不用擁有的,要不在這裡,好不好? 主委就是說,之前前主委曾經有講過四萬塊這樣的一個界限,一個底線 那目前這三萬八千多塊的人們接受,或者是說,大概你們會希望往來一個路線? 沒有,我講說,因為現在已經聽出來,是辛苦討論的,這不是我個人的看法 就大家討論以後,這是一個方向,我們朝鮮下去努力,但是透過協調溝通,以後會有什麼轉換的餘地 這個我們要努力就把它把持住就對了 所以會再爭取更高嗎? 我現在不敢講這些話,我也不能夠承諾任何事情